月初周海妹才开开心心过完自己57岁的生日 几天之后就倒在了无人的家中 彼时 她的身边只有狗狗和猫猫陪伴 送医院时已经晚了 12月12日 在周海妹工作室官宣的文字里 有一个细节清晰可见 那就是周海妹确切去世的日子 的确是12月11日 符号写得字字气血 天堂在眼 也没有病痛了 家人以你为荣 原来是我们还能再遇见 刘言署名的是周海妹的母亲和家人们 又是一起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伤之事 周海妹1985年出道 曾主演过许多经典的电视剧 尤其是在《倚天屠龙记》中饰演的周芷若 更是成了一代人的记忆 现今她虽然离世了 但她留下的作品 她温柔美丽的模样 会永远留在粉丝们的心中 周海妹自打2000年患病之后 就减缓了事业的脚步 这几年更是辗转进入内地发展 内心其实很佛系 在北京顺义的小别墅里 周海妹自己做饭 自己种菜 过得宁静安稳 看起来十分岁月静好 殊不知 这几年她其实一直备受病痛的折磨 身上时不时就轻易筷子一块 但她的内心一直很积极乐观 没想到 一代女神会以如此匆忙的方式离开人世 独留她的家人和粉丝们黯然神伤 虽然周海妹曾否认自己换了红斑狼疮 但她身体血小板低的状况 却和红斑狼疮十分类似 据她自己在节目中爆料 因为血小板低 她曾多次晕倒 预估这次突然离世 也和这个原因有关 随着周海妹的离世 她离世前的一些细节 也被曝光出来 网友们看了十分揪心 据报道 周海妹是凌晨发病 同社区的助理清晨去她家时 发现周海妹晕倒了 随后火速报警和送医 11日晚 周海妹离世的消息传出后 有她的友人还出来怒斥媒体说 她并未离世 只是昏迷了 已脱离生命危险 可周海妹同社区的业主 却在网上反驳说 11日就离世了 社区里当时就来了警车和救护车 她被送医时 身体都已经僵硬了 现在看来 工作室之所以不公布她的死因 其实是在等待她香港的家人 赶到北京 然后才商讨发布了复告 得此消息之后 不少人纷纷进入周海妹的社交平台 观看其生前的作品 已是怀念 不过意外发现了四件看似不太普通的事情 以往周海妹的视频 当中的内容大多都是日常生活的分享 但是在12月8日 罕见出现了一条回顾视频 视频中闪过很多周海妹曾经扮演过的角色的照片 背景配乐是一身有你 搭配的文案是 你们是从哪部戏认识我的 的确 这段视频勾起了不少人的青春记忆 但其中有一个高赞评论 怎么最后一个作品 发得像告别一样 评论之下 不少网友们表示赞同 还有人称看起来不像是自己发的 而更巧合的是 就在同一天 周海妹的前夫吕良伟 也用同样的背景音乐 以同样的风格 发布了一张旧照 和如今照片的拼图 这就让人心生疑惑 曾经的夫妻 这样摇箱呼应着发动态 也难免引人猜测 另外 在最初有网友爆出此事时 媒体就纷纷致电周海妹的经纪人 和身边的工作人员 对方一听到此事 就找了借口挂断电话 不予以回应 其实这个举动就有点奇怪了 如果传闻是假 直接辟谣就好 加之还有说法称 有人已经联系不上周海妹 当下就引得一众网友十分揪心 最扰人心乱的 是周海妹身边好友的一则发文 她表示 周海妹去世的消息数真 她是在家中去世 送往医院时 人就不在了 好友还透露 两人最后一次见面 是在她的面馆中 当时因为最初爆料周海妹去世的网友 已经删掉了爆料消息 所以这位有人发布的文字 还是遭到了不少质疑 令人没想到的是 这位好友再次发声 她说明了自己修改了 有关周海妹的死亡信息 并详细解释 确切信息是周海妹死在 MOMA万万数家中 当时众人就觉得 能够准确说出周海妹去世的地点 还知道周海妹住在哪里 看来这位好友确实知道一些内情 不像是在说谎 有人还透露 家属后续会发布副告 拿到医院发布的死亡证明后再官宣 其实通过这四件事情 已经有很多人在为周海妹担心 不过大家都还是真心希望 所有的传言为假 周海妹的好友田启文曾透露 周海妹长期受红斑狼窗困扰 之前杨公如也在采访中提及过 自己在1998年 是第一次听说有这个病存在 当时在亚视拍摄纵横四海 周海妹演她的姐姐 忽然有一段时间 她没来开工 后来才知道她身患红斑狼窗 结果很多戏份都是由替身拍的 如此看来 周海妹早在30多岁时 就一直深受疾病困扰 而红斑狼窗是一类慢性 反复发作的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总成 很多人觉得应该能正常生活 工作 生育 但我们不了解的是 除皮肤损害以外 红斑狼窗的病变 还可累积多脏气和系统 目前仍缺乏根植手段 工作室发布复告以后 再见周植若的词条 很快冲上了热搜 足以见得观众对周海妹演技和作品的认可 其实对于自己的演艺视野 周海妹也早就表达很满足 而在感情上 她曾表示 此生无遗憾 自己很爱小孩 但是不会生 也不会领养 如今她突然离世 57年的遗憾或许是无二无女 没法体验为人母的感觉吧 回看周海妹的人生 只有过一段婚姻 那就是和吕良伟 1985年 吕良伟和周海妹 因合作小岛风云相识相恋 不过这两人之间差了11岁 周海妹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 如小鹿般灵动 成熟的吕良伟很快就被吸引 并开始热烈地追求 初出茅庐的周海妹 自然无法抵抗吕良伟的追求 很快他们就陷入热恋 两人之间的年龄差 也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不过那时的他们 是真心对待彼此 1989年 33岁的吕良伟 直接带着周海妹 在拉斯维加斯注册结婚 周海妹以为迎接自己的是幸福生活 她根本不懂得婚姻二字的重量 婚后 吕良伟的父亲身体需要人照顾 但是周海妹此时正在事业巅峰 而她本身还是个孩子 从小受家人宠爱 根本不会照顾人 于是吕良伟的父亲 很不满意这个儿媳妇 一来二去 吕良伟和周海妹之间的矛盾 愈演愈烈 终于1990年 吕良伟和周海妹正式离婚了 结束了这段只有八个月的婚姻 不过周海妹并未被失败感情影响 依旧热衷恋爱 她先后与天王黎明 演员林伟亮 日本明星永赖正名 富双勿施荣 圈内人周家文 歌手李贵福有过恋情传闻 加上建筑师男友和吕良伟 八段感情或长或短 占据了周海妹大半人生 只可惜周海妹被爆出来的八段感情 都没能修成正国 永赖正名本是有夫之妇 周海妹还被日媒职责插足 黎明从未承认过 与周海妹的感情 只说与周海妹的消息是真真假假 扑朔迷离 但要说对周海妹伤害最大的 应该还是与富商吴世荣的一段情 在与吴世荣交往期间 她患上了红斑狼疮 这是一种慢性 反复发作的滋生免疫性疾病 虽然病情可以通过治疗控制 但随时可能复发 有传闻称 富商正是因为周海妹生病选择了分手 但是多年后 周海妹又否认自己患病 而周海妹之所以选择回内地发展 也和她的感情脱不开关系 2004年 周海妹和一位建筑师交往 追随南方到了北京 没想到二人相处十年之久 都没能步入婚姻 更是在2015年官宣分手 这也是周海妹最后一段对外承认的感情 周海妹接受采访谈到自己感情观 强调自己从不拖泥带水 一旦觉得不合适 就会迅速分开毫不留恋 从周海妹的八段情史看 她确实一向如此 也许正是因为病痛和过往感情经历 周海妹不再执着婚姻与家庭 曾经亲口说过不想生小孩 人到中年 无儿无女对她没有任何影响 热爱小动物的她选择在北京和狗一起住豪宅 生活相当惬意 从周海妹日常分享的视频看 她对独居生活状态十分满意 闲下来就陪狗玩耍 家中装饰都是自家宠物 每天买买买 坐在宽敞的大厅里面拆快递 不难发现 周海妹把宠物当成了家人对待 对待小狗像孩子一样宠爱 她给狗安排了专门的房间 还安装了专用浴缸 亲自在家给狗洗澡 有一个大厨房给狗做饭 对于每一只狗的状况如数家珍 看着周海妹与家中狗狗相处的模样 隔着荧幕都能感受到她的积极和快乐 没想到噩耗来得那么快 如今周海妹突然走了 不知道她的遗嘱是否提前就立好了 但是她参演的影视剧 她投资的房产和她在北京的大别墅 都成了无儿无女没有直接继承人的状态 按照继承法相关的规定 周海妹的母亲和周海妹的兄弟姐妹 都会成为她的有效继承人 除非周海妹生前有特别的约定 愿女神一路走好 天堂不会再有病痛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加转发哦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